我們來參加日本的學生 那因為白馬這個區域就是 雪量非常大 在世界各地也都知道白馬的雪 場野的雪是非常大的量 想要看到這個三公尺、四公尺的雪 大家都知道來這白馬 比較有機會看的道路 我自身も高校生 18歳までは レーシング ワールドカップとか オリンピックとかを目指すような スキー選手とアスリートとしてやって 今は上手く滑るというデモンストレーターの そば延長で今やっています その間には子供たちのジュニア世代の レーサーたちの構築とか ポールセットをしたり 体力競うようなサポートをしたりとか しながら練習に行きたい 那我們的プロ他在18歲之前 其實他的滑行的目標跟方向都是一個 レーサー 就是一個進出的選手 在那一個方面努力 那經過了那一段選手的時期之後 他現在已經變成DEMO 主要在極力於教學 那當然不只是滑行的教學 那當對這些小朋友 在場地的設置場地的維護 像我們有看到很多大迴旋的比賽 需要設置一些障礙啊 設施奇門啊 這些的know how 也是他們在傳遞給大家 然後因為是個DEMO 所以他必須要傳遞更好 更更 因為他知道大家想要 晉升自己的滑雪技術 所以他滑了四十幾年的經驗 傳承 直到目前的工作的主要的一部分 會示範 好 在白馬上 要是這個 也有 有 所以,也有像一般的游泳的体验。 而,在地球上,全球的游泳都可以体验。 在地球上,也有很多游泳的游泳。 我们现在看到白马。